好的 各位 沒想到我們 這麼快又見面了 剛好是有新的Bolthawk啦 那我們就簡單來跟各位一起看一下喔 這是荒野的更新 跟花園這個主題有關 新角色的部分叫做If 中文翻譯應該會是If吧 我想 用畫面上的資訊來看呢 If他是一隻會飛的角色 那因為會飛的關係 所以他是可以踩在河道上的 從這點可以看出來 這是一個很強大的被動能力 可以飛在河道上啊 算是一個全新的被動特色 但是也很明顯的 這個特色啊 在足球模式上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任何的用處啦 但是我認為官方是很有可能會因為這隻角色 然後去新增一些很奇怪的圖進來 那足球模式也不例外喔 因為以前足球有些圖就是有河道的 If的攻擊啊 是射出一個一直線的子彈 總共會有三發 那三發的傷害都不一樣 權重的話大概可以造成2200點的傷害 大招的部分則是丟出一個包子 有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包子會爆出三隻小蟲蟲去炸敵人 爆出來的蟲蟲生命值還蠻高的 但是都會隨著時間去遞檢 被這個蟲蟲炸到的人 會被造成一個傷害 以及附加一個中毒的負面狀態 至於衣服的能力之心啊 跟武裝配件 在目前的畫面上是看不太出來的 接下來是新造型的部分 那因為我還沒拿到翻譯的關係 所以這邊我就直接放出來給各位看囉 Biodome Girl Pass 然後在前面的兔兔格羅姆 它則是因應四月的復活節所推出的造型 在這次的更新 官方又有推出了兩個新模式 第一個新模式是推車模式 有玩過Overwatch的玩家應該會對這個模式非常熟悉 也就是類似據點戰的玩法這樣子喔 你需要在車子旁邊推動進度條的同時 也要去騷擾對手的進度 另一個模式則是類似搶星跟極限淘汰賽的結合 它的獲勝條件是要拿到對方一定數量的人頭 在時間到之前會以數量多的那一方獲勝 官方他們是說這個模式跟搶星稍微不太一樣 在這個模式上 他們更鼓勵大家去積極交戰 只是我自己是感覺不出來哪裡不一樣啦 因為同樣也是殺的多的那一方獲勝 然後領先的那一方可能會打的叫保守 有些人可惟問呢 又出了兩個新模式 是不是有他們是嫌換來亂鬥的模式不夠多 玩家還不夠分散嗎 嘿 沒錯 所以官方他們把機甲攻堅戰這個模式給移除掉了 但是你還是可以在製作地圖那邊去玩到這個模式喔 我認為機甲被拔有點可惜啦 因為去年世界賽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在機甲攻堅戰有一個隊伍他們BM對方 然後他們竟然被逆轉 所以機甲攻堅戰這可是最有戲劇性的模式欸 這個被拔掉真的是蠻可惜的喔 再來是強化裝置的調整 恢復這個強化裝置啊被重做了 他改成降低角色回血時間的N% 可以看到官方這邊給出3級的效果是50% 如果真的是50%也就是降低恢復時間的一半的話 那這個就等於跟低大的能力之心是一樣的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裝置大概率是完全做壞了 再來是星光聯賽計分的部分 以後如果是以2勝0敗獲勝的話呢 你所加的分數會比較多 反之如果你是以1勝2敗去輸掉的話 那所扣的分數也會比較少 再來是戰隊聯賽的部分 戰隊賽的最後一天也就是禮拜日那一天的對戰 門票從4張被提升到了6張 那戰隊所可以獲得的分數也額外多給了50% 慢慢這樣子改的用意是想要讓一些落後的戰隊 可以在最後一天還有稍微拼搏的機會 戰隊商店裡面所販賣的能量點數 在這次的更新之後 將不再限制你購買的次數了 代表說你11級的角色變得非常好生了 在這次的更新之後 應該每一個人都可以把自己常玩的幾隻角色給衝上去了 再來是限定造型上架的部分 以前通行證的造型和星光聯賽的造型 都是綁定當季販售的 在這次的更新之後 這一些造型會在該季結束之後上架販售 但是這個調整是僅限於這次版本更新後的造型 也就是說不溯及既往 以前絕版的造型一樣是不會拿出來販售的 因為如果拿出來賣的話會被罵死 再來是今年2022的月度決賽的資訊 今年每一個月的全部賽事都會像去年的世界賽一樣 官方會在一個他們的頁面上面去進行直播 那如果你有收看這個直播並且參加互動的話 你可以獲得一些遊戲上面的獎勵這樣 再來是箱子上面的調整 以後的箱子好像是可以開到共通的能量碎片的 這一個資訊我不太能保證啦 但是就畫面上還有他講出來的部分好像是這樣子 最後一個更新的資訊是 新的武裝配件終於要出來了 就畫面上來看呢 羅莎的新配件是跟自己的分身互換位置 艾滅爾則是在下一次的攻擊可以進行穿牆 思維克的話我猜大概也是攻擊緩速啦 艾倫的話則是變成三條的扇形攻擊 然後籃球模式重新回來啦 這次一樣是採用限時季節性的方式去推出 那以上大概就是這次BloTalk的全部資訊了 雖然說還有金造型的部分啦 但是我想在目前這個階段應該是完全不會有人想要去買這個東西的喔 這次的更新雖然不像去年的星光連賽更新那樣子有著重大的變化 但是小改動還蠻多的喔 不過他們這次是新增了兩個新的模式進來 如果算上籃球的話也就是有三個新的模式 這樣子看來啊 遊玩的人數又要被各種分散掉了 對於我們這種激素比較少的匹配地區來說 真的是有夠痛苦 上一之夜就是這次更新的相關內容了 比較詳細的角色介紹和武裝配件的資訊 就等過幾天再來做影片分享給各位了 掰掰